大家好 这是前几天买的那一批兰花 挑了几颗出来 这几颗呢是需要换盆的 这里面有石虎兰还有卡特兰 那换盆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它们长得太大了 盆子太小了 买回的兰花呢 我以前基本上都是买回来就换盆 但现在呢我是挑着换盆了 因为换盆肯定要打扰它的根系 那大部分换盆以后呢 像石虎兰还有文西兰还有卡特兰之类的 换盆以后极有可能老根就会烂掉 所以对根部损伤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呢我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 就是迫不得已才换盆 那其他颗兰花长得都非常好 我也没看出有换盆的必要 那这几颗呢就换下 换成大一点的盆子 这里面呢有六颗兰花 那我就一颗一颗换 那这一颗呢一看这个盆子就太小了 而且它还长了一颗高芽 这是石虎兰 现在把它拆开 摸一摸它的根系 我觉得还可以 把这个树皮尽量的清理一下 摸一摸烂根 就是里面是空根的肯定是烂的 像这种 一拽就拽下来 这种丝的 这种呢就是烂根 那一般这种棕色的 对石虎兰来说 棕色的这种烂根的几率是非常大 当然并不是所有棕色的 都是烂根 所以呢要一条条检查一下 烂根基本上都是在老杆子下面 那新杆子下面长的根 基本上都是新根 好的根 就像这一颗 这个是一个新杆子 还没有长成呢 看它底下的根就发绿 都是硬的 像里面这些根呢 已经发黄的 都是老杆子下面的 好 我觉得这颗修剪成 这样就可以 这呢实际上 它已经分成两颗了 但我也不打算把它分开种了 就这样种着 那这儿有个高芽 我会给它拧下来 拧下来以后 我还是撞到盆子里去 因为不拧下来的话 它在上面这个根 有可能就会干掉的 好 摘下来了 好 现在呢 我就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子 就在装上 还是要看这个新的枝条 在哪里长的 这一半呢 这是最新的枝条 这一半呢 这个是最新的 所以呢 把这两只尽量放在中间 还有这一个小的 也放到中间 好 这一棵就装好了 里面还是装的树皮 然后添加了一点点水苔 又加了一点珍珠盐 那这个装好以后呢 盆子还是不太稳 用了一个竹签来固定 固定了这个最新的球径 让它直立 还有这边这个球径也是新的 也是让它直立生长 这个小芽呢 就放到这了 旁边塞上一点水苔 让它保湿 因为小芽还是需要 湿度更大的环境的 好 这棵就装好了 来接着换盆 那这几棵是小苗 它的盆子稍微有点小了 这是五厘米的小盆 然后给它换成稍微大一点的 这里面的根呢 大部分还可以 有一些非常老的根已经烂掉了 就给它直接的掰掉就行了 这棵非常好处理 这里还在长一个新芽呢 好 这棵就放着一会儿呢 再给它洗一下 这是另外一棵 这棵根看起来稍微多一些 把少部分的烂根给它修剪掉 好 这棵 不需要怎么修剪 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新的芽 看起来很健康 这也有棵小的 这是叶夫人 这个叶子长得特别的大 所以头重小青 这个根烂得好像稍微多一些 中间的几乎都烂了 哦 原来它还是几个非常小的小苗 组在一起的 看 这个小苗上的根几乎都烂掉了 竟然有好几棵这么小的 还能活吗 这有可能都是从平苗长出来的吧 三个小的 这些呢是连在一起的 烂根去掉 好 这也是两株原来 它都塞到同一个盆子里中 好 这颗就放在这儿 一会儿呢 再都种在一起 再接着处理下一个 这一颗根长得特别好看 非常的茂盛 这个要脱盆的话 有可能会伤到底下的根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只能给它拽出来 因为这个盆子实在是太小了 再不换的话 长出来的根就更多了 好 出来了 还好损失的并不大 刚才晃一晃就把所有的树皮都给晃出来了 非常的好脱盆 那这颗也就这样 看这里有几个小的 也是长得比较低了 给它往上放 到时候种的时候还要往上种 像里面这种 这个已经长得特别的低了 是一个非常老的囚境 看一看 如果要这样种的话 这个有可能就会被埋在盆子里了 这个有点不保险 埋到盆子里以后 有可能就会烂掉 我现在就把这个小的给它掰下来 这儿原来也是单独的一株 把它拆下来 根都缠到一起了 好 这儿呢 这个地方 已经断开了 这里是一个高牙 我把高牙给它掰下来吧 否则的话它长得太高了 跟底下的连不到一块去 用剪子 给它剪掉 这颗的高牙还是很多的 好 我就不给它完全分开了 这样把这个高牙剪下来以后呢 往下挪一挪 跟其他的这几颗呢 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这样这几颗就能 种的都比较整齐了 否则的话 有的种的高 有的种的低 到时候应该这样种就行了 好 这颗也处理好 最后一颗 头重脚轻已经 倒着重了 这颗根系不太多 老的净底下的烂根还是比较多的 这儿都是烂根了 这儿都是烂根了 好 这儿是烂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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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把这几颗都给清洗干净 好 这几颗石湖兰和卡特兰 现在就已经种好了 给它们换了新的植料 那我所有的植料都是一样的 就是树皮 珍珠盐 加上一点水苔 这个植料的好处就是树皮比较透气 不容易蓝根 我的兰花主要有蝴蝶兰 文心兰 石湖兰和卡特兰 那么蝴蝶兰和卡特兰 要求盆土里面的植料干透了再浇水 那文心兰还有石湖兰 不需要等到完全干掉 没有干透的时候 快要干透的时候就要浇水了 好 这颗呢就种好了 那这颗看这个新芽在这儿 那尽量把新芽放在盆的中间 盆子呢也没有挑特别大的盆子 就适合它的盆子就好 太大的盆子容易让里面的植料太多 容易烂根 这是那颗叶夫人 它有几个特别小的小苗 几乎是一条根都没有 所以呢我就给它种到了水苔里了 底下是大块的树皮 给它把这个盆子垫高 主要目的是让水苔吸收度够的水分 让这个小苗能够长好 希望能引出一些根吧 那其他颗也一样 也是这么种的 同样把新苗新芽放在一起 那这颗和这一颗呢 是那颗最大的石壶栏 里面有四株 那我把两个稍微大一点的 种到一个大盆了 还有两个比较小的 种到了一个小盆里了 正好给它分株了 这样种也挺好的 有一些种好以后呢 不太稳 因为根还没有抓住它的盆土 所以需要用一些夹子 还有这种固定的支撑杆 给它撑一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